天王新大楼加紧拆除 昨天下午传出好消息 七楼住户于小姐的爱猫橘子 成功被巡获 不过往一旁看过去 却又意外看见另一只猫头探出 在窗户边不断逗留 像是说着我也受困在里头 快来救我 这只疑似就是 不幸罹难康老师的爱猫 傍晚搜救人员 将幼捕龙和罐头放进大楼 逗长的康爸爸点头证实 但望着大楼确实不发抑郁 不过目前仍有四鸡三猫 可能还受困 网友进见里头其中两只鸡 拍打翅膀找吃的生命力顽强 还有网友开心鸡还活着订了蔬菜 请媒体空头给屋内鸡之吃 让送餐的外送员满头问号 我想要鸡到单就送过来 我也看不懂为什么什么鸡这样 搜救满一星期仍有六人失联 三台怪手九日下午就已经进入 沙卡丹步道0.5公里处 今早搜救员带着搜救犬威森 继续搜救作业 目前搜救人员在大水管后的大崩壁 加强搜索 这边应该是目前没有明显的味道 搜救人员还一度被落实阻挡搜救 因为早上发生余症 现在恢复作业继续开挖与搜索 要将被巨石重压的油加两具遗体 全力救出 记者刘吉祷 李廷熙 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李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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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廷熙